我们的亲戚们是怎么演化来的 接下来看看那我们这些现代人 当时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呢 我们目前相信我们现在的智慧人 是来自于直立的演化而来 那直立人演化而来就尴尬了 因为直立人很早之前就离开非洲了 像爪哇圆人或北京圆人 就是很早期就离开非洲了 我们是那个时候的 呃 祖先们演化成现在的我们吗 还是不是这样子呢 依据这样子的 不同的证据 目前科学家有两个理论 一个理论叫单元说 一个理论叫多元说 我们一一解释 单元说是什么呢 单元说是 呃很古老的时候就是早期 就是呃 祖先 我们领长类的祖先 我们人类的祖先 先怎么写 祖先 好 好这些直立人呢 哦 他们呢可能会演化到非洲这里 他们在非洲演化 然后他很早期的时候离开了非洲 到了亚洲到了欧洲 亚洲欧洲 好这是过去会离开了非洲嘛 好 好但是离开非洲这些呢 全部灭绝掉 虽然过去直立人曾经离开非洲 但这些过去 远离非洲离开非洲的直立人 全部灭绝了 也就是爪哇原人灭绝了 北京原人灭绝了 那我们怎么来的 是最近一次 有一批直立人离开 这些直立人才在各地 各自演化出亚洲人跟非洲人 或现在的 非洲人 所以前面出来都灭绝掉了 而这一次出来 才演化成现在的人类 所以为什么叫丹元说 现在的人类是最后一次 祖先离开非洲的 那一次演化成现在的现代人 所以 一个来源 单一来源叫做丹元说 丹元说又叫走出非洲说 就是我们的祖先 在那一次离开非洲了 然后那一次离开非洲的祖先活下来 变成现在的我们 而早期离开的祖先们 全部灭绝 所以叫丹元说 好相对于丹元说 另外一个理论叫多元说 就刚好相反 刚好差别不太一样 那他们当时说的是 我们早期的祖先 会陆续的一直离开 然后到了亚洲 到了欧洲 当然非洲本身也有 因为他居然非洲演化出来 好就演化到亚洲 演化到离开到欧洲 好都有到现在还活着 还不止 而过程中不断有人离开 到亚洲 不断有人离开到欧洲 所以欧洲跟亚洲 你会看到有 很早之前就离开非洲的祖先 跟最近才离开非洲的祖先 然后又开始通婚 所以他是多次 而且多起源 所以亚洲这边有不断的输入 就从早期到现在 也不断的输入 然后变成现在亚洲人 欧洲人从早期到现在 有不断的输入 都是从非洲出来的 好那为什么要多元呢 因为亚洲自己形成一个族群 欧洲各自形成一个族群 他们各自收集 或是收纳了不同来源的祖先们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亚洲人跟欧洲人差很多 因为经过这么长期的累积 欧跟亚开始不同 好这个多元说的理论的证据就是 你看亚洲人跟欧洲人 是不是长得很不一样 所以怎么可能是最近那一次的祖先 如果是最近那一次的祖先 变成全世界人类 应该长得很像啊 那为什么亚洲跟欧洲人长得不同呢 就代表不是那一次而已 是多次 而且可能很早期就已经有祖先 到了亚洲跟欧洲了 好那这是多元说的论调 多元说又叫多区域起源说 亚洲有亚洲的族群 欧洲有欧洲的族群 好这叫做多元说 目前有这两个理论 单元说还有多元说 关键在于 早期初来的祖先们 有没有活着 这个是代表他们死光了 但这个多元说是 早期离开的祖先 也是我们的祖先之一 并没有淘汰掉 好那这两个理论呢 谁对谁错 我们就来看他们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单元说说最早智人们 在一百多万年前就离开北中了 可是这些智人们全部灭绝 所以现在的智人是大约 距今 10 要把它搭一点 因为我这份时间5万元宅 大约距今20到5万年前 这个很短的方法之内 离开了非洲 然后演化成新代所有人类 所以是那个时候 走出非洲了 所以这个理论叫做 单元说会叫走出非洲 就那一次离开非洲 演化成现在的人 那多元说是 从过去一百多年前之一的离开非洲之后 就到欧亚各地去繁衍 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祖先 离开非洲 又继续跟 各地区的人种做混合 就会变成现在各地的智人 所以因为我们的亚洲跟欧洲 演化环境不同 经过这一百多万年的演化 外表具有差异了 所以这两个理论都有人支持 尤其是有人说 你看我们欧洲跟亚洲明明不一样啊 所以是不是多元说是对的 可是后来我们开始从基因上找资料 发现 亚洲跟欧洲外形虽然不一样 但是这个差异只是来自于一两个基因的改变 也就是说外形差异很大 其实基因没有差多少 你只是某个基因突变成某个东西 你的外形可以差很多 眼睛就变颜色 皮肤就变颜色 毛牌就变颜色 或是指法就变卷法 所以有人说外形差异很大 不代表基因差异很大 有这样的说法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两种学说的示意图 先说单元说吧 看一下这个红色 单元说 单元说是说 早期离开非洲的人类 就是红色的就是早期的 old 早的 但这些人类全部灭绝掉了 是最新的一次就是蓝色的曲线 是大概5万到20万年前的 这一批祖先到全世界各地发展 才变成现代的人 而早期的祖先们都不在了 都灭绝掉了 好那多区一群说 多元说是说 一直不断的有人离开到各个地方 所以每个地方各自形成一些族群 这个族群从100多万年前就存在了 然后一直不同的通婚 或者是这些族群因为定理隔离 各自演化出不同的特征 所以出现各地人种长相不一样 好所以两个理论都有 那目前科学家相信谁呢 比较多的证据是支持单元说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证据 我们等一下再看 像我们从化石的散播的路径会发现 这一区是尼安德仁 我们的祖先跟尼安德仁有交集过 但他们淘汰掉了 在上次冰河时期不见了 好那我们的祖先在大约5万到20万年前 你看这边有年化石的年代 9万2千年前 然后到这8万年前到这6万千 然后这22万2千年前 有不同的年代 所以连化石的路径都在勾勒出来了 所以目前单元说证据比较多 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是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被媒体称为立腺体夏蛙 1980年代这个团队 他们去分析全世界各种族的立腺体DNA 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立腺体的遗传模式是母系遗传 你身上的立腺体来自于你妈妈 妈妈的立腺体来自于妈妈的妈妈 也就是爸爸的精子 里面的立腺体是不会到软里面的 就算DNA进来了也会被杀死 精子不提供立腺体 所以所指代的立腺体都来自于妈妈 所以他们就把全世界各人种的立腺体DNA 续列做分析 想要追出第一个立腺体是哪一个 而带着第一个立腺体的那个个体 就是人类第一个妈妈 对吧 所以他要寻找人类的第一个母亲 后来经过这些数据的资料比对 去判断他的年代跟分布 发现来自于非洲 大约距今20万年前离开 就是用他的序列做比对 就是这样的证据 你看到这个年代距今20万年前 而不是100多万 所以支持了单一起源 因为多元说是认为在100多万年前 就已经有祖先离开非洲 演化着现在的人 可是以这个分子证据来说 时间没有这么久 大约距今20万年左右而已 所以当时的媒体就把它叫做立腺体夏娃 因为立腺体研究 而人类的第一个妈妈就是夏娃 那你们说有夏娃那没有亚当吗 后来就有另外一个团队在87年发表了 他们研究是歪染色体亚当 歪染色体只能复习一串 爸爸穿了儿子 儿子穿了儿子的儿子 女生不会有歪 那歪染色体的序列研究发现 他们的数据资料非常接近 所以双重证明 我们人类应该大约在5到20万年前离开非洲 支持了单元说 因为如果是多元说成立 人类的主线在100多万年前就已经离开非洲 并且演化成现在的人类 可是这个证据比较少 目前证据都指出单元说比较可能是对的 好 以上我们就把立线里消化这个研究 跟大家做一下补充说明